走着瞧吧,毕竟阿联在队里打,一打打四十多分钟,给我时间也没多少,而且上赛季阿联没打的两场球,我打得都挺好。 这段话是近日董汉林面对上海当地的一家媒体采访师所说,其中有一次抱怨意见连抢占了自己上场时间,并且让老东驾广东走着瞧的意思。 虽然后来上海南岚和董汉林都对这段话进行了澄清,称是后期剪辑的原因,造成了球员本人所希望表达的中心思想被意外扭曲了,但仍引发了外界的热议,董汉林的话有可能被曲解。 但今年夏天他从广东转投上海想要证明自己确实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 那么,这名曾经被誉为意见连接班人的天赋男究竟能否像刘晓宇一样,在上海滩披荆斩棘,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呢? 出道极巅峰被站阿联接班人董汉林生于1991年,身高2.07米,跑跳摸高达到3.65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要知道,意见连的跑跳摸高也不过3.67米,由此可见,在身高矮了将近5公分的情况下, 董汉林的跑跳摸高仅比阿联低了两厘米,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天赋一柄。 天赋让董汉林在青年队时期仅靠身体优势,就能轻松碾压对手,再加上兼具观赏性和爆炸力的打法。 他赢得了杀手的称号,董汉林曾放出豪远,要在一年内成青年队主力,两年内进入一队。 果然,2006年进入红远青年队的他在2008年时被上调至一队,实现了个人目标,菜鸟赛季。 董汉林获得首发机会的次数仅次于刘小宇,在2009-10赛季和2010-11赛季,连续两届全明星星锐赛上斩获MVP。 2010年5月,董汉林入选了邓华德执教的国家队,就此达到人生巅峰,由于位置相同,打法相似,同样年少成名。 董汉林获在阿联街班人,邓华德一句滚如魔咒让他的状态一路下滑。 2010年8月15日,中国男篮在邓华德的率领下在篮球卖家麦迪逊花园广场以美国队热身,输了个底朝天的邓胖,在家乡人民面前丢尽了脸。 此刻,他转身看到了在板凳席上嘻嘻哈哈的董汉林,忘了一肚子火的邓华德,指着董汉林严厉地说,You, out,你,出去,根本不给后者任何解释机会。 董汉林只能幸幸离开,仅有三个字母的out,让董汉林的职业生涯开始都洗下坡路。 董汉林CBA生涯数据,红色矿为无意见联的赛季,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意见联回归后的2012-13赛季开始。 董汉林的数据比之前几个赛季有了明显的下滑,甚至直接打了个五折。 似乎,阿联抢了董汉林不少上场时间,但也应该看到,2008年到2012年的四年时间里,董汉林从来没有一个赛季的场均得分能够上双。 不过,仍有人对董汉林抱有希望,认为是古板的尤纳斯不给他上场时间。 在老邮离开后,董汉林曾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谢谢风哥,两个赛季了,第一次打球超过10分钟,让我知道了我还是名篮球运动员。 谢谢风哥,谢谢一直付出不球回报的刘总。 可后来董汉林又再度陷入低迷,尤其上个赛季,球迷们经常看到董汉林刚上场几分钟,就身背三次犯规下场的情景。 总决赛期间,由于意见连有伤在身,广东队非常希望董汉林能够帮忙顶利顶。 事与认为,曾给过董汉林机会的杜峰只剩下了摇头,机会只青睐于有准备的人,比如丁燕宇航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丁燕宇航就是一个例子,上赛季在球队不断更换外援,内线两员大将被禁赛的不利局面下,丁燕宇航扛起重担,他的数据也实现井喷式的增长。 从之前一个赛季的产均9.7分3.5篮板1.2助攻飙升至24.2分5.2篮板和2.5助攻,一下子从小丁成了丁神。 董汉林呢?在意见连身在美国时,广东的大外援实力也一般。 在上赛季意见连受伤缺震的场次里,作为球队为数不多的本土内线,董汉林可曾扛起大旗,广东队甚至一度让平临退役的朱方宇打大前锋,加盟上海一席冤屈,走着桥把今年夏天,董汉林加盟了上海队,他信心十足地表示,会在攻防两端给予球队最大的支持。 主教练刘鹏也认为,董汉林的技术特点和上海队的风格很搭调,只要一切顺利,董汉林的能力会体现得更加迷离近致。 从广东到上海,想证明自己,董汉林的言行不禁让人联想到了刘晓宇。 两年前,刘晓宇离开广东队,随即迅速在上海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的产军得分从在广东时的五分上下,猛峰至15.7分。 即便上赛季有动辄坎5-6-10分的弗雷戴特,刘晓宇的得分仍然稳定在14.3分,同时送出4.2G助攻。 正因有如此善家的表现,刘晓宇才有底气和上海队谈判,并让北京对新甘情愿的必善一份高额合同,但指望董汉林成为第二个刘晓宇恐怕有些不现实,无论李春江还是尤纳斯,亦或杨纳基斯,刘晓宇都是其麾下雷打不动的主力,即便身后有才华横溢的陈江华,所以刘晓宇的实力无庸置疑,只要能成为核心,他立马就能将战斗力发挥出来。 至少从之前的经历看,董汉林还不具备刘晓宇的实力,况且,作为一名内线,董汉林不能像刘晓宇那样掌控球权,他受到球队战鼠的影响更大。 当然,董汉林既然以效力了十年的广东对挥手作别,肯定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开始步入职业生涯黄金年龄的他若是能抓住机会,便能一洗之前的烟虚,反之,伤众勇的帽子这辈子恐怕都摘不掉了。